松山文創园区,简称松烟 位于台北市信义区光复南路133号 建于1937年,前身为台湾日治时期 台湾总督府专卖局松山烟草工厂 专门制造卷烟、雪茄等烟草产品 1945年更名为台湾省专卖局松山烟草工厂 1947年又更名为台湾省烟酒公卖局松山烟草 1998年停止生产,并入台北烟草后正式走入历史 松山烟草是台湾现代化工业厂房的先驱 厂内除了有先进设备外,也重视员工福利 在厂中设立员工宿舍、托儿所、福利社等等 2001年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第99处市定古迹 包括办公厅、制烟工厂、锅炉房 1至5号仓库为古迹本体 莲花池也一并纳入古迹保存范围 并于2010年正式转型地名为松山文创园区 松山烟草在战后种植大量植栽 景观优美 停产后已成为台北市东区最大的绿地 为满足公益性期待 2011年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财团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会 营运管理松山文创园区 并定位为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制烟工厂是近年国内外一文展览办展的热门场地 园区内令开放部分建筑提供不同领域的商家进驻 包括咖啡馆餐厅等等 2013年台北文创大楼及其一楼的成品松烟店 亦在园区内开幕 提供民众更丰富的设计产品 各式手作体验以及影视娱乐等 想在台北享受片刻清幽 不妨前来松山文创园区 一起感受这里的风华岁月 以上是沈云杰台北新医区报导